其實最好吃的臭豆腐是 客人要拿豆腐現炸上來切 那才會好吃 它炸得好好吃 是不是 裡面很吃 就是那種 你要 你點了 它才下去炸 而不是炸好了再給你熱 所以常常人家跟我說 拿一臭豆腐拿一臭豆腐很棒 拿一臭豆腐很棒的時候 我其實第一次想到就是這樣 你要看看這個豆腐 其實臭豆腐 因為已經變成是傳統美食 到處也吃到 但我憑良心講 多數的臭豆腐會不會好吃 就是因為它已經炸好 你要它再炸一次 就會乾掉 所以皮是乾的 你光看這個顏色 它不是再炸一次 對 其實最好吃的臭豆腐是 客人要拿豆腐現炸上來切 那才會好吃 有辣椒嗎 謝謝… 這個辣椒… 這個辣椒厲害 來… 看自己弄的辣椒厲害… 因為其實你胃力道流的 理論上也不要吃辣 對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 就沾一個皮膜 很燙嗎 不好意思 是燙還是好吃 都有 我來 它炸得好好吃 是不是 裡面很吃 就是那種 你要 你點了 它才下去炸 而不是炸好了再給你熱 對 好好吃喔 你知道 麥當勞薯條為什麼那麼好吃 因為它是現炸 所以它外面酥裡面軟 但是有很多的薯條 是回炸之後就乾了 這個就是像現炸麥當勞薯條 超級軟嫩 然後外表又酥 所以常常人家跟我說 拿臭豆腐拿臭豆腐很棒 拿臭豆腐很棒的時候 我其實第一次想到的就是這一家 喔 嗯 喔 三明治 很漂亮的組合吧 很少有三明治配臭豆腐 也很少也會有三明治 同時賣這兩個東西 對啊 臭豆腐 它很重來 你有沒有把他料 我可以選喝這個臭豆腐 這個你盡量 好不好 這個你盡量 因為這樣的臭豆腐真的難得 真的難得 但你今天介紹的兩樣東西 我回去都會想念 真的嗎 因為涼麵有一個這個 你看你們吃的是炭烤三明治 裡面是什麼 其實吐司的料並不是很特別 因為我們在台灣吃到的吐司 大概也都是這種料 黃瓜絲 肉片 然後蛋 火腿 他盡量都把它弄薄 而且層次一樣 對 因為吐司本身就薄 對 所以這樣吃起來口感才會是一樣 有質 對 然後一個重點來了 麵包在台灣不容易好吃 不是因為功夫 是因為我們的環境 很濕 很潮濕 對 所以它這樣烤呢 它就可以把麵包呢 維持著外面真的一點點脆 然後麵的那個香呢 在綜合這些在你嘴巴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一個熟悉的味道 但是又沒有吃過 嗯 精緻 嘗嘗看 你聽聽看 他講得好長喔 該你了 來 這絕對花生醬很好吃 那個整個料啊 料很豐富啊 其實每一個步驟 你多用一點心 去保持它食材的味道 然後考慮到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就會上加 你真的很愛 你真的很愛臭豆腐 我超愛吃臭豆腐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真的很特別 是因為臭豆腐的皮炸得很薄 它的 你吃到炸的部分是非常薄 然後裡面很少會吃到 臭豆腐的那種軟Q 那你會覺得裡面是吃到 真的臭豆腐 所以各位做臭豆腐的老闆 真的講究一點 回到臭豆腐該有的方法 你會得到更多的冠軍 還是你來食尚玩家 我覺得我給你搭檔很輕鬆 OK